今天可不可以最後一個物件 也很讓人感動 就很重要了 因為我知道 它是從沉船打撈上來的 是不是 來 誰找到的東西 所以這些碗碟 我把它移開 從哪裡來的 這個是在很多年前 對 不過這個時間 詳細的時間 我越加並沒有告訴我 這個是在大概三年前 有一場大雷雨 大雷雨下在我們東港 結果那個屋子 那個就是透天出 結果那個漏水 漏水結果就打電話告訴我說 可不可以去請個師傅來看看 那個屋子漏水可以處理嗎 結果我就帶了師傅上去 結果就聞到一股 好像悶著 那味道很奇怪 這個因為好像泡過海水了 它就悶過嘛 就是有一些怪味 是 我就去掀開那些布 那個帆布 掀開以後就發現一堆 一堆的這個碗 它是完全就黏住的 像是黏住的 每個都這樣疊在一塊 那海洋生物這樣黏住在上面 但是幾個我扒得下來 我就扒了一個 我就問岳家 岳家就說 這個是在香港跟海南島之間 撈網 那個就是抵托網 你岳父在做什麼的 他做魚撈的 魚撈 有在補櫻花蝦 補黑鮪魚 是 他四家 他也有在做抵托 是 所以其中一個船長 就撈到這個東西 結果就帶回家 一丟就 將近快四十年 都沒有打開來看 沒有 就是整堆 對啊 為什麼整堆 也不懂得去整理 想說想要處理一下 他們不懂這個東西 他只是說 這個是海裡面撈上來的東西 不敢定 也沒有開 我看到以後 我就扒了一個碗 拿去浴室找朋友 有一個朋友就透過一個 介紹賣古董的 你這好像是 這個叫做 出水 海撈池的東西 你這個要處理很麻煩 我說怎麼麻煩 他說那時候我拿的時候 這邊有一些海洋生物 他看了 他說你這個要用淡水 泡很久 然後用竹籤 或硬一點的那種東西 不要去刮到它的池表面 慢慢把它刮下來 才可以保持它的完整 其中裡面有一些殘破 就是破掉的 像今天帶來的也有幾個 這個有缺角這個地方 這個缺角的地方 我刻意帶來是想說 讓曾孝壽順便看看 看原貌 年代 因為我第一個 我對這個穀物 並不是很了解 我需要了解一下 有沒有那個價值 然後這是什麼年代的東西 因為如果說是早期的 沉船發現的 你又說它已經 沉船是當時幾十年前 就已經 放了 撈上來已經四十年了 四十年了 接近四十年 那有沒有可能是什麼沉船 你說那個地點在哪裡 海南島 跟香港這個水道 曾教授 算南海 在那邊曾經有什麼沉船嗎 就像什麼鐵達泥號那樣子的 這個南海除了是戰略要地之外 在以前是一個貿易之路 貿易 就是說海上磁器之路 所以那個地方 很多的那個以前 從宋朝就很興盛了 宋元明清 很多的船 都經過這個海路 所以那個以前的船 當然比較差 有時候遇到風浪 還怎麼樣 可能就會翻覆 據外國的估計 外國人估計說 那個沉船大概有上千艘 在這個南海地區 是啦 以前的技術 船也不像現在那麼穩 在兩千零七年 廣東就大陸的考古隊 就撈上了一個 南海一號 南海一號的沉船 撈上來 他現在在那個廣東 就成立一個博物館 把那個沉船整個放進去 那批東西就在展示 在那個地方 就是叫做南海一號 後來又發掘南海二號 另外還有這個華光礁 南海一些礁石的附近 都有 都有 你看他珍貴到 要幫他開博物館來做展示 那是因為裡面的東西 真的夠久 夠久 另外就是說 它象徵了中國以前 在古代的時候 對外貿易 尤其是磁器貿易的歷史 那是一個歷史的記憶 你看他有沒有可能是 南海一號 還是其他的沉船 有沒有可能 真的就像您講的是 宋朝 甚至是 我們可以先看看 好 看看南海一號的東西 先看 會不會同一組 然後剛好這一組就是 被你們岳父打撈的 來 我們看看 先看看南海一號 撈出什麼來 好不好 這個是海底沉船 有這個貨物就是 在這海裡面 所以您岳父在撈那個 拖網遺傳的時候 我們就拖到了 就是這樣 這樣的東西 那當時他們貨物都放得很滿 就一落一落一落 放在木箱子裡面 中間夾稻草 這樣運輸出去的 那久了以後稻草爛了 他就一箱一箱還在這個海底 我們看一下 下一張 這是南海一號沉船的一些貨物 就是磁器 你可以看到 當然這是補的 這是他們打撈上來以後 修復人員把它補起來的 好 這也是 這件也是 這件也是 南海一號 這有點像 我覺得有點像 南海一號它裡面有很多的磁器 它是來自於浙江 來自於江西 來自於福建 這些東西就是說 他們到處這個磁器 買了很多種磁器以後 就運到東南亞去賣 是這樣的 就是南海一號 還有南海二號 三號 會不會還有一號 還有很多 還有很多 那您看一下 我覺得他的這個碗底也好 或者是刑制 您看有沒有可能生的是夠久的東西 這個是老東西沒有錯啦 聽到這句話很難得耶 因為他經常都說 我跟你講很多人買來就是什麼做舊 我跟你講這個底部有沒有做多明顯 什麼的 他很少從他嘴巴說這是真的 我至少今天錄到現在還沒有啦 因為真的就是真的 你看 比如說這個碗的形狀 這個碗的大底 底比較大 對不對 如果到了清代的時候 底就會縮小 這是技術上的問題 然後再加上他的胎土 再加上他整個老化 像這個悶悶的 並不是被作舊的 而是因為經過海水的鹽水 鹽分腐蝕以後 腐蝕以後 他長久泡到那邊 泡久了他就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一般的海水打撈起來的 一般的柚光會比較悶一點 對 像這個悶悶的 這都是我們叫做 海撈貨 海撈貨 用這個底部你看 這就真的就不是做多 那海洋生物洗不掉的 對 那這個我倒覺得 我這裡面我最喜歡這一個 因為優惠人 他好有年代感 很有感覺 我想要掛在那個 把它錶框起來放在家裡 就覺得很不錯 很有代表性 那你很有學者品味 對 學者喜歡這種東西 對 跟學者在意久 就有學者品味 不過如果說 所以您覺得他的朝代 大概落在 這個你可以看 他整個形狀 就是氣形 包括這種碗 還有這個底的造型 看這個底 這個底 這個底 看到沒有 這個底這個底足比較厚 比較厚實的 他不是窄細的 比較寬 比較寬的話 年紀會比較早一點 因為那個技術上的問題 就比較寬的 那這批東西 基本上說同一批東西 聽到這裡我滿懷的希望 如果說就是真的是老東西 那這樣的價格 您自己心裡面怎麼評估 我平良心講 我並沒有概念 但是我很想知道 它是什麼年代 然後它的價值為何 因為如果假使我們現在拿一個碗 假使這真的是個宋朝的碗 這樣一個 你要看它有沒有完整 比如說您帶來的這幾件 那我應該拿哪一件 你看這件是缺角了 缺角它就會損失了 當然海撈後來 有的還保持得非常好 那有的會有海生物 弄在上面像這樣東西 它就價值會降低 因為品項比較差 是 這裡面品項比較好 品項比較好的是這件 這件它維持得品項 因為它口言都沒有缺損 是 右光 右尾都還在 另外這一件也是沒有缺損的 這個碟子也是沒有缺損的 像這樣的就會比較好 一般人不會買這種缺損的 除非它買回去當研究模式 可以 或者是一些學校機構 研究機構買回去 也是當研究來用 可以 像如果一般人收藏 他想說我喜歡收好一點的 好一點的東西 基本上這樣比較貴 如果是宋朝的 假使這個真的是宋朝的 這樣一個要多少 我完整的 確定是難送 確定是難送 因為你從這個圈竹 從這個氣型 從這個右射來看 它是難送的東西 確定是 大概是浙江 浙江地區的 浙江 這個您自己怎麼估 也要學會估嗎 這個其實 如果是確定是難送的 我是根據朋友 他大概的評估 他說像這種的 完整的應該 但是我不懂 我會不會 講得偏高了也不知道 因為會不會就是說 比如完整度不夠 或是上面有些東西的價格 其實一堆裡面 完整的不多 是 好 那就這六個碗 我們來評估一下好不好 有沒有你猜的那個價錢呢 來 請 請見價 五萬元 不是 這裡面 一件 比如說這件 這件比較好 這件大概一萬五到兩萬 可以 那這一件是一萬兩千塊錢 那像這一件也比較好一點 只是有個缺角 它就降下來了 是不是你找到 它補上去 像這一件大概是 這也有完整 大概是八千 六千到八千 像這兩件 右光比較差了 大概就是六千到八千 那這一件 這邊就是三千塊一下 三千塊一下 大概是五萬塊 所以我以為 你剛剛估的是單個嗎 你剛剛再想一下 我剛剛估的是 這一個有人告訴我 大概是什麼樣的價錢 為什麼會有落差 跟大家以為的價錢 因為如果說您家裡面 還有這些沈村貨 如果它的右光比較好 而且完整 它就有那個價錢 但是你這件的右光 已經撕掉了 吃右了 就是表示說 它的品項上比較差了 它只留下一個形狀 跟一些基本的右 那就是說它會下降 它會下降 所以像這個右光比較好 洗到不是把右光洗掉 沒有 不行 但那個是海砂的關係 有沒有 就您朋友講的沒有錯 第一個你就要泡淡水 要泡淡水 把那個鹽分吐出來 像這種還洗得掉嗎 這個要慢慢的用那個 像我知道他們這個 外國的這個修復專家 他是用您講的牙籤 或者是一個手術刀 就是醫用的手術刀 慢慢把它戳掉 但是要小心 不要給它刮傷了 就再找哪一個外科醫師 手巧一點的 我們再來處理一下 好啦 那今天非常恭喜憲哥 這兩百六十萬的手鐲 謝謝你帶我們大開眼睛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佳歌協老師 謝謝佳歌老師